上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第五次上课 然后主要是针对台北市的住宅切到资料做统计分析 当然你可以延伸去做别的县市 比如说当然好像我记得那个开放资料里面也有台中市的 也有桃园市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想要去统计分析一下 其他县市的一个切到案件数量 跟台北市的比较的话 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当然蛮好的 那当然第一个我总共想要知道有三个问题 至少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就是说到底历年的切到案件是增加还是减少历年 所以第一个当然我需要找到什么 住宅切到的这个资料 那找资料的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在云南白板其实也有了 你们可以从云南白板上面可以找到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的这个讲义 那当然主要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几个结果 第一个就历年切到折线图 第二个的话是各区比例图 那第三个呢上个礼拜没做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因为需要一个入街道 给一个入街道的资料 那资料来源的话呢 我是直接从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 所以你们Google查一下开放资料 其实就会找到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台北市的切断案件 那你如果启动报告 想要做类似东西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找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在Google里面 直接输入开放资料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开放平台 或者是记一下它的网址 它网址叫什么 data.gov.tw 然后我们是直接在这边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住宅切到吧 我记得好像这个关键字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住宅切到关键字 输入到这边 用找的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用分类找都可以 这里面其实还蛮多其他相关资料 包含出生收养 然后求学进修 扶兵役等等的 甚至跟最近比较热门话题 像交通 像什么行人地域 你想知道台湾为什么 这个交通 那个行人走在路上这么不安全 到底一年 到底死亡率多少 受伤人数多少 有没有变好 有没有变不好 其实上面其实也有相关的资料 那可能还是需要你要懂得如何找到资料之后 那并且进行那个统计分析 那我们是针对那个住宅切到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住宅切到 然后按搜寻 那它得到的当然第一个不是住宅 它是第三个 所以你找到这一个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 就把它下载 下载 那理论上它提供的格式还蛮多的 那其中当然CSV是最普遍的 CSV好处是直接下载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所以直接把它下载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资料了 那当然你可以打开这个下载的资料 并且直接点两下就开起来 可是特别注意 它开起来之后 它上面会有个警告 它警告你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CSV档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假设你存档的时候 还是存CSV 那你之后 比如说你可能会新增好几个工作表 你的工作表全部都会消失 因为CSV只支援一个工作表 也就是说它只会得到第一个 另外的话 如果你做了一些什么画图 数据分析表 那些都会消失 也就是之前好像有同学存错档 它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不理它 直接把它关掉 然后就直接一直做 做完之后直接把它存档 然后还是存CSV 下一次打开之后发现 奇怪 之前做的东西怎么全部不见 因为它上面有跟你警告 你不要存这个档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记得另存新档就好 它旁边还很贴心的 直接让你有一个另存新档的情形 所以如果假设你从开放资料 取得的是CSV档 这别注意 请你第一步 干脆直接就另存新档 存档的格式 记得就是直接把它存成什么 存档类型的地方 记得把它直接从CSV的 这个格式叫什么 所以它中文意思就豆典分割 C的话就common 这个S的话就分割 的资料 然后把它存成这个 启用距离 所以记得第一步 干脆你就直接先存这个 叫做什么呢 Essail活跃簿 比如说我就把它直接存这个 这样的话就不要保险了 那一样啦 我上几半好像先把它存桌面 存出悬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你再做其他的啦 包含就是说 我们好像有做了几件事 因为存过五个栏位 那我把栏宽调一下 栏宽调一下就选这五个栏位 快点两下 然后并且如果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就是说历年嘛 所以假如我想知道历年的窃盗 就是画这个图 ok然后统计104到111年的 那个窃盗案件的数量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以这个图来看 上年还记得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产生资料 第二个因为它没有年 所以在第一来的地方 E后键插入一个年 这个可能要自己加一个年的栏位 那以后你只要有个概念 反正你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栏位 如果没有你就把它变出来 那怎么变 反正你就会看嘛 里面如果有部分资料 有没有像日期 它的部分就是前三个字刚好是年 那你干脆什么 取前三个字嘛 取前三个字不是叫你用打的 比较傻傻是用打 你用什么 用那个laps函数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 L E F T 指的是从左边嘛 左边算几个字 所以这个字里面有要三个字 你就输入3 它就103了 然后按确定 然后并且向下填满 就有年了嘛 ok 所以有这个年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插入什么 插入书纽分析表 然后确认一下它选的范围 对还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A1到F的368 应该是没错 按确定 然后我就把年拖拉到列 那这个列子的就是你要主要统计的一个项目 那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把所有的年 不重复的把它取得 然后拖拉到值 它就帮你把那个年里面的数量帮你算完了 那你会发现马上就算ok 只是说有这两个跟这一个不要 那如果不要的话你可以用隐藏的 隐藏应该记得吧 这两个打勾 然后这个打勾取消 这样就有了 这个ok了嘛 然后再来就画图 画图就枢纽分析图 然后画一个折线图 有折点的嘛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然后把它大小调一下 这样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最后当然如果你比较贴心的话 可以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因为毕竟它这边显示合计干起来怪怪的 这个应该叫什么 这个叫列年切照折线图 你们可以依照那个云端上面 这边有一个这个名称嘛 就这个名称好了 就跟这个长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个直接输入 然后点一下框框之后呢 把它字改一下颜色 大概差不多20号字吧 大小 然后大概应该ok 这个叫图例 把这个图例档给我取消 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当然 这个名称也改一下 因为我希望 反正最后做出来 就是这边有一个 这个表 这个表 第一个 这加树纽 第二个是这个图 第二个 第三个这个名称也顺便改一下 ok 那就完成第一个 切到一样的方法 再把这个底下的比例图 比例图的话 这个不用百分比了 数量ok了 然后把它显示出 到底台北市哪一区的资安最差 当然你可以画个比例图 马上可以凸显出中山区 另外当然我是希望第三个 可是第三个这个难度就比较高 为什么 这个的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的资料里面有没有那一条街 有没有那一条路 好像这边有厦门街 有没有 万宁街 还有忠孝东路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 但是它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那个路街道的那个字尾巴 那个可能是街 可能是道 也有可能是路了 另外也有可能是叫做什么什么道 因为台北市还有一条蛮长的叫做市民大道 或者好像是凯达格兰大道之类的 就是说它可能尾巴的名称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道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它前面这个字可能是区 也有可能是里 也有可能一种状况是零 那就麻烦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需要一个栏位 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你就没办法做后续统计分析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把这个资料给取出来的话 OK 这是中程段 这是大理街 那你当然不是说你今天用图法链钢 C 有没有 然后Ctrl V街 那如果你是用图法链钢 那不得了了 因为这边总共有三千多笔资料 假设说你每天都要这样做的话 那你做到什么时候才会能够下班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星期的这个范例先打开 那主要复习一下 还有其中报告 我们是希望 从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找一个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一个资料题目 然后做一个统计分析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希望你能够取得资料之后 如何利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得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跟你原来猜想的也不一样 原来可能比如说像你这一题来看 我原来猜可能历年的那个窃盗案件应该越来越多才对 好像自然越来越 但是好像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 自然好像越来越好 而且有点像那个溜滑梯一样 从每天大概快两件到每天不到一件的状况 感觉进步蛮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心得 得到结果 因为有的时候 你想的跟实际状况 有的时候是有落差的 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的主观意识 主观觉得 就像你问人家说治安到底好不好 这个是蛮主观的 但是如果我希望是客观的结果 因为客观有 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人 每个人都争论 那你不用争论嘛 你就拿出数据 然后客观分析 拿到结果之后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争论 因为毕竟这个资料就是眼前看到的嘛 这个你找什么好变的 因为反正你只要招小偷 人家会去报案嘛 对 现在应该没有说自己家里招小偷 然后不报案的应该很少吧 而且现在即便你 假设在路上不小心出了状况 出了可能不小心一个差状 还是会想要报案 反正不管 那这些记录都会存在开放资料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 这些其实是还蛮客观公正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范例先打开 那待会我们接着来看